与施永青对谈 与施永青对谈 今天我们与施生谈一谈 一个疫情上的最新发展 刚刚公布了 可以将限聚令 由之前的两个人一台 去到四个人一台 另外一方面 其实政府也在想 将健康码再推广 在旅游戏谱的问题上 看看我能否做多一点 施生 我们几个问题分开说 首先说一下限聚令 因为很奇怪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限聚令其实现在两个人 去到四个人 不过有很多 譬如酒吧 或者其他的游泳池 夜店都不行 但是麻雀馆 好像我和大家坐得这么近 如果我们大家打牌 也可以 喊碰喊上都可以 你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又不是设计这些限聚令的人 也没有听到过政府的消息 我相信定的时候 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出来 政府最后作出一个取舍 譬如酒吧和食肆的差异 我自己的观察可以说一点 食肆两个人真的很不方便 譬如我家里 上周四个人一起吃饭 其实一家人一齐住 平时都一起吃饭 一起生活 如果要感染 一早就感染了 但是去走楼吃饭 又要分开两张桌 分开计算 我本来是想家庭聚会 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我平时在家里 都四个人一起吃饭 又跟老婆一起睡 基本上 不会因为去吃一餐饭 就多了多少感染的机会 但是酒吧不同 酒吧很少家人 我没试过一家四口 一起去酒吧饮饭 酒吧通常下班 不同的人 约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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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如果是麻将馆 更加不懂 如果家里打 其实每个人都在打 你家里打麻将 没有人 没有说不行 在新来 但是四个不懂的人 一打打很久 不会比食肆安全多少 所以我自己那些就说不通 因为现在人的生活 是有不同的场景 有不同的情况 每一个考虑的时候 是否考虑做这件事 同事和这么多饭 一起比较过呢 可能未必的 思考的时候 当然没有出来 让人感觉不客逻辑的地方 那么多 思考的时候 当然有不周长的地方 我说很难找一枝标杆 量度所有的东西 这个只能够给相关人士判断 例如我在公司 有时做一些判断 一定有一些 因为我公司大不同的城市 各自定了之后 一种就是 我就定了大的方向 大的原则 去到地方城市各自定 那你就会 地方投诉少些 但是又轮到 那些人知道 为什么它松啊 它紧啊 一样有问题的 有些东西 你只能够是被 你负责那些机构有关人员做判断 如果你说要拿出来清 认为不合理呢 所有政府做的事 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原因 但是我自己就 好像上次也说过 香港处理疫情上 是处理得好不好呢 你要看结果 结果就是香港 本来在中国最邻近 最容易接触 而武汉就首先出现 中国首先被很多城市感染 香港本来应该是重灾区 如果你说香港政府处理得不妥当 那没理由受感染的比例这么低 不关政府事 全靠我们肯戴口罩 一个城市的抗疫 很多层面 怎会不关政府事 政府哪些地方松 哪些地方紧 医疗人员怎么做 检测做到什么程度 追不追踪 那些密切接触者追踪之后 隔不隔离 很多都是政府要做的 譬如患了的 我也有朋友患了 他去到他就 他就年轻些 病症不明显 他说你不要下这么多药 我想自己康复算了 政府医院就跟他说 你说自己康复 分分钟登成两三个月才康复 我没有那么多病床给你 跟着有别人来怎么办 要么就特效药 没有特效药 你又捱很久 整个香港出事 顶不住的 这些都要取捨 你自己选择 你想慢慢好 不要用药 就不要用药 结果都是 叫他吃那种 好像药 那种药 好像医医那些 AIDS 都要吃 有副作用 吃了 他说隔壁床的人 年纪大些 吃完之后 他自己也辛苦到不得了 吃完 一见到医生 医生 你让我死吧 你让我死吧 所以吃那种药 很厉害的 但是这些是否要有关当局做判断 哪些东西吃 哪些可以等他慢慢好 你需不需要隔离 要是给他 有些人可能在家隔离 有些必定要集中隔离 那下巴有政府的决策在那裡 那你说如果政府的决策很差 那真是上帝口我去香港 又是福地 所以我自己觉得 在哪些松哪些紧 是否要作为市民的只有等政府决定 否则你说 哦 那麽不合理都可以 林郑下台 那是否想新的 就可以在这些问题判断得更加好呢 比如游泳 在海游泳应该不怕 海滩都封了 到现在这一刻为止 我们收到 你听到消息 超过130万的人登记了去做检测 这个数字呢 你觉得是高啊 还是 我上次讲这次检测的原有目标 已经被破坏了 原有目标是 在短时间里面 一次过查一批 所以就将大部分这段时间受感染的人都拿到出来 拿到出来 那你就可以清理了它 那之后就会降低的 这个在内地很多城市做过一些排查 都达到一些效果的 所以一定要多人查 全范围查 但是 香港有些人觉得 这个是我的自由 你没理由逼我查的 但是我上次都讲了 有些严重的地方 哇 封城 不让人出来 譬如香港有些地方都赞成强硬手段 譬如外国来的一些送货 或者工作上需要 飞机上的人员 运输的人员 有些人贊成 限制他们不让来的 所以 如果应不应该容许有某一种的选择呢 是看疫情去到多严重的 如果疫情去到很严重 那可能真的政府要强制手段 所有人都要严重 不到你不然 即是现在一百三十多万 你觉得都不是很严重 当然是少 当然是少了 其实我觉得一百三十多万 都不是很少 不是啊 回答不了原有目的 你要从原有目的去说 多还是少 现在只能够 叫做 姑且找多几个出来 将一些隐形的 原本隐形的 现在去查出来 减少了这些人再传播 但是因为现的人少 你只有百多万 香港有七百多万 你可能即使二百万 你都做了三分一左右 所以我自己认为 如果病情严重 政府要取得效果的话 可以下禁令所有人都要查 外国如果去到某些情况 我相信都会用 另一种就是 你有很多措施配合 即是你可以做一些 给它选择 但是有鼓励 不可以叫做惩罚的 譬如 遲些去旅游 哪些先查了 今次查了 将来旅游 如果申请的人多 因为你可能跟外国谈 旅游气泡协议 可能最初有名额限制 那名额限制 你说 肯配肯茶的 你优先去 那都是一个 就是鼓励 不去的有些不好处 去的有些好处 你便是选择 不过你选择的同时 想推动抗疫 产生效果的政策 亦都做一些 差异性对待 雷鼎明有说过 如果有些查了的 其实就是良好市民 除了你刚才说的 做法之外 亦都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 例如是 譬如将来疫苗 就先给他们打 这些做法 如果你觉得 查多些 会产生好处 你是需要有一些 刚才我说 有些差异性的做法 疫苗到时 都是有一个先后次序 你可能都不是 立即全民都做完 你一定是有先后的 你如果用资本主义加加劑 哪个给钱多 哪个去注射疫苗 那些窮的人就命贱 变成了 到时肯定有一个取捨 一般情况 当然是先到先得 或者抽签决定 但是我说你想鼓励别人查的时候 好像雷鼎明那种说法 都不是说不能做的 那其实呢 在那个疫苗分配上 你觉得香港应该用公营的方法 搜罗大量的疫苗 搜罗大量的疫苗 然后全民注射 还是都是 如果你搜罗 都会有不同的疫苗 有不同的价钱 有不同的选择 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以香港一般的做法 既有供的又有私的 供的有政府的补贴 有政府的安排 那些你就跟大队一起去做 另外有一些政府就抽签衰 那谁有钱就自己去做 那两边都可以进行的 我就不贊成单一化 因为社会实际上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状况 那如果私立医院的 你收高一点的费用 有个编排 那譬如香港大概 哪一群人是打算自己搞定的 看有多少比例 那疫苗来到 按比例批 是否给年纪大的人打先 是合理一些 这个当然是 就是 我说有很多准则的 那一次过 现在都说不出来的 那给年纪大的打先 当然是一个准则 但是之前在西班牙、意大利 那些地方 试过要给有机会 救得活的先 就是事物有不同的角度 有些觉得 救回你 都是没有多少年命 还要在养老院 这样说好像很凉薄 但是我见过有些视频 有些人 那些 他们说他们最后 因为被迫 好像这个世界 被他们要操生杀权 他有一群人在面前 要救 救谁先 最后有些都是救了 年轻的人先 所以在不同的处境 又有不同的处理 好 这一节 因为我们说了一些内容 很丰富 那我们下一次 和先生继续 在这个问题上再讨论